谢谢大家 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国银行冠名播出的天下收藏 先来介绍三位鉴赏家 他们分别是著名的收藏家 资深的艺术品经理人 翟建民先生 我们首都博物馆的研究员 王春成先生 邹宇棠主人 鉴赏家 变异文先生 接下来我们请上四位嘉宾 还有麻辣评审团的朋友们 好 掌声欢迎他们 那么先来介绍四位嘉宾 很多朋友在电视上经常见到他们 著名的心理专家 雷铭先生 还有几位著名的青年演员 分别是孙翠飞 刘芳玉 蒋宇棠 还有四位 大家也非常熟悉和喜欢他们 麻辣评审团的朋友们 再次欢迎你们 大家好 每期都有一个主题 这期的天下收藏 主题叫鱼之乐 就那鱼啊 他高兴 他乐 这个点出何处呢 有的朋友都知道 这是两千多年前 庄子和惠子呢 在川上 也就是河边 一段对话 说你看这鱼多高兴啊 其中一位说了 子飞鱼 安知鱼之乐 你又不是鱼 你怎么知道那条鱼它高兴 它乐呢 那位又说了 子飞我 焉知我不知鱼之乐 绕来绕去 听有点悬 其实这里边充满着辩证的 哲学意味 那么古人眼中的所谓鱼之乐 要具体落实在一个画面上 会是个什么模样呢 请看 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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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二位 辛苦了 我才知道 干带行都不容易 你看家里推出来 姿态很优一样 一个推不动 你看 老王就得上去伸把手 子妃我 安之我不累乎 好了 这是一个万利 官瑶的青花鱼藻纹的大纲 大名万利年珍 如此硕大的器物 难得一见 几位 上场 看一看 然后呢 我们请介绍一下 眼前这件重器 眼前这件重器 是十分难得一件 万利时期呢 能够烧造这么大的器皿 应该也是十分难得的 更何况上面的鱼藻纹呢 应该画的是栩栩如生 非常的漂亮 我们看它的蓝色 用彩也都是非常到位 也所谓的到位就是说 它深浅浓淡 表现得非常好 那么这种钢呢 口比较长 学府下收 那么往往这种器具呢 它的款呢 大多写在口原上 大名万利年珍 谢谢 谢谢王先生 的确正如王老师所说 难得一见 有时候我们在博物馆呢 和育品拍卖会的预展现场 也能见到 但是品项像这么好的 真是不多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种 这个底这儿 我们容易说耍圈了 往往这儿都裂了 因为这是会接上去的 然后这儿定了很多鞠子 所以这样呢 很难得 这里呢 我要跟四位嘉宾 还有我们麻辣评审的 老朋友们说一下 天下收藏规则如下 现场共设两位带队嘉宾 及六位麻辣评审成员 每个人面前有一个灯香 它既是表觉器 又是继分器 大家用亮灯灭灯的形式 表达观点 每答对一轮 则亮起一盏红灯 三次都猜对者 获得由栏目组提供的 仿乾隆又李红 花卉文音乐部一个 嘉宾则获得由 北京保利国际拍卖公司 提供的 成交价两亿六千六百八十万元的 徐飞红先生的剧作 九州无市乐耕云的 复制品衣服 好了 我们掌声激励他们能够获得成功 同时欢迎第一位藏宝人出场 四川妖门 替赴献宝 大家好 我是来自四川成都的郭锦言 今天我带的这件产品呢 是圆青花鱼角的一壶春瓶 心理专家巧妙点评 这瓶子得没得抑郁症吧 我真判断不出来 然后我扭头 瞟着这姑娘跟她说 你真是真的 在做最终判断之前 我们的话基本上等同一废话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四川成都的郭锦言 今天我带的这件产品呢 是圆青花鱼藻纹 鱼湖春瓶 虽然它的个头不大 但却是圆青花中的上品 我的质报价是100万元人民币 希望大家支持我 谢谢 他没等他说这个鱼藻纹 这三个字 我一听圆青花 我没听到 我不又就想起了 大概是七年前 七月份的一天 我正在看徐征和陶红 他们两口子演的一首话剧 在中间休息的时候 我去洗手间的时候 这时候 那个收藏家马卫东先生 给我来一电话 王先生知道吗 刚刚伦敦驾驶者 拍出了一件圆青花 鬼谷子下山一个罐 因为在北京驿展的时候 我们都上过手 拍了大约和 两亿三千万元人民币 一听这个 后来整个后半场 徐征跟陶红演的是什么 我都记不住 我老在想着这个 你知道在七年前 听说两亿三千万 当然今天也不是个小数字 这又出了一个圆青花 你报价是多少 一百万元人民币 一百万 姚妹儿 你可真敢薄了 一百万 来 几位 上演 好了 下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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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谢谢王刚老师 我参加不少节目 不管是相亲还是找工作 他们都不给我这灯丸 今天就您 让我第一次有这灯丸 我可高兴了 我跟你说 那你就是做相亲节目的时候 你恨不能做一个选手 那乱的就大 这瓶子得没得抑郁症吧 我真判断不出来 但是我问了这姑娘一句话 我看完了瓶子 我看瓶子的时候 装模作样是给这姑娘看的 装的很懂得样 然后我扭头 瞟着这姑娘跟她说 你这是真的 然后这姑娘 很不自信的回答我 我觉得她是真的 她自己自信都不足 那好了 我们给你们第一次判断的机会 大家拭目以待 一眼便真假 五四三二一 请选择 你这矛盾了 雷鸣啊 我不矛盾 你看我们说亮灯认为是真的 你看那意思 因为你说的不自信 你认为是假的 两个理由 两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 如果他自信真不足的话 大老远从成都跑过来 就为证明自己这是假的 不成立 你这话两头堵啊 你这 我明白 一般心理学家都这样吗 那个 在做最终判断之前 我们的话基本上等同于废话 然后还有第二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啊 这个瓶子跟刚才我们现场出现的重器有一点是一致的 鱼灶纹鱼灶纹上面所有的水草 从各个角度看 没有两个水草是一样的 就算是同种水草 它那个摆动的方式 在水里摆动的方式都各自不同 那当然了 它是画的嘛 它不是印的呀 它想画一模一样 它都办不到啊 别人的意见我听听 我亮着灯是因为刚才雷老师上距离后呢 他就很大胆的一把抄起那个瓶子 然后我们当时都有点害怕 然后挺值钱的嘛 一百万 万一就是万一真的一百万 然后他一下抄起来那个瓶子 然后一下倒过来 然后感觉马上就要碰到 然后一看那个瓷包 好像还是很担心的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细节我把握到 所以我觉得第一轮嘛 我先认为它是真的 对 还有机会 没错 没错 你讲 我觉得那个雷老师不但能食人 还能食物啊 能把人的心理分析得非常透彻 能把那个原青花也分析得非常透彻 姑娘你别高兴太早 我是很阴险的 真面目一会儿才露出来呢 你说 我刚才看了这个宝贝的同时呢 仔细观察了我们专家的面部表情 很淡定 戏很好 没有给我任何信息量 所以我就给我自己的感觉 刚才我看了他这个瓶子底部 白色 黑色 还有黄色 黄色呢像是那个黄土 前天刚埋进去 昨天给挖出来了 我就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赝品 原青花它的烧灶工艺是 它是那个整体私有 然后再把那个底部的柚给包了 避免在烧灶的时候 底部跟那个摇沙之间有粘连 就是你看那些东西 它可能就是当时没有处理干净的一些残留物 残留物 残留物有年代那么悠久的残留吗 没有 来 这个瓶子从气形上看 我觉得它那个口偏大 度偏小 再从那个青蛙发色上看 非常不自然 而且那个鱼啊 画的应该是个鲤鱼 我看着怎么都像那红烧鲤鱼 特别死板 原代的这种画法应该是很细腻的 在水岛之中穿行很精细 精细倒不一定谈得上 但是我想呢 作为工匠画的时候 因为它不是作为一个美术作品 像现在画家 当代画家在宣纸山也好 或者是在画布上画油画也好 那么认真的琢磨一笔一笔的 画家当年是大批产 一辆产品 夸夸夸 你主要看这是不是很帅性 我再问专家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一壶春瓶 它原来是做什么用的 是一个纯观赏器呢 还是带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实用价值 装久的 装久的 六五春这个名字呢 应该是在晚清的时候 改的名字 叫六五春瓶 王老师刚才这个腊瓶提的那个红烧鲤鱼 我一下想妖妹 然后看见这个鱼特有食欲 我就想起这四川的水煮鱼 酸菜鱼 冷锅鱼 所以我一想 哎呦 我这现在我就饿了 对那个美食我是回味无穷 但是您这个鱼吧 它没勾起我的那个食欲 为什么呢 因为我记得当时我看这个带鱼纹的这个瓷器的时候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只大盘 上面画的都是鱼藻纹 我说这估计啊 做一大盘红烧鱼 然后就拿它装上去了 哎呦我说这这得多香啊 美气配美食 就这个玉湖春瓶上画鱼藻纹的 我还真没有印象 再一个就像刚才说的这气形 这个圆青花里头这个玉湖春瓶 曾经有一个词就形容它是清秀挺美 我就特别查了一下那个挺 它是那种挺挺玉立的意思 就说它那个颈部是个细长的 然后虽然口大度不是很大 但它给人感觉还是一种挺玉的 您这个呢我感觉还有点蹲 嗯好好好好好 嗯好了二次探虚识 五四三二一 请选择 只剩下我们二号码 小胡是吧 耶 你怎么认为它这东西是 我这个穿妹子带来这东西啊 我为什么这么支持你啊 我特希望它这个玉湖春瓶啊 是个真的 嗯 圆青花呀 嗯 刚才那万厘大纲 那就是国宝级的重器 嗯 如果你这玉湖春瓶要是 元带的 那简直又是重器 嗯 所以我总心理上啊 特倾向于 你这是真的 你不是也是心理学家吧 哈哈哈哈 你看这雷先生那 这不雷老师在了吗 这都有磁场 我是被传染了 好我们听听一号的意见 嗯 王高老师 因为刚才他提到这个构图上说 我也想说 就是从他绘画构思上 我看到有鱼有水有草还有浮瓶 可是他为什么没有气泡呢 他的气泡需要用放大镜才可以看得到 据我所知2000年的时候在香港可能也拍了一个名家镜的这种花枣鱼缸是4400万 然后在紧接着两个礼拜之后市场上就出现了大量的房铁造假者把这些假的东西投放在市场上 所以我怕呃那个时候会大量的出现这种东西 嗯 虽然姑娘你讲话声音非常柔美 但是那里边的道理却非常的坚实 非常赞赏 非常好 刚才啊 我们这边五号麻辣评审团是个骨科大夫 对 他第一次相对专业的质疑了这个瓶子说看假 当时作为节目主持人的王刚老师在第一时间站出来说了一番话 好像说五号麻辣评审团的判断不成立 这番话 这个应该说掩护的有些明显 然后我仔细看那边的三位专家 当二号麻辣评审团说一个圆青花呀 那个国之众戏不过是明朝的 说到这儿的时候 我们那边有一位专家坐在那一号位置的那个专家戴眼镜啊 戴眼镜啊 他看着这二号麻辣评审团是这样 这个笑容里是有这个笑容里是有一括号 括号里的潜台词是 行了打卡大的有水平 所以我们也登了 雷老师我觉得您今天是来看病的 对呀 不是来看病的 我再看会我就病了 我想提出一个质疑啊 像这个鱼很明显跟前面我们去看的那个重器上的鱼很大区别 因为那个是真的嘛 它上面那个鱼 虽然你看着它就觉得哎呀它都肥得要流油了 然后我看着就觉得特别喜庆 但是这只鱼呢 确实是你说它是鲁鱼还是什么鱼 反正是鱼苗 年代不一样嘛 如果是真的的话 这个比那个大二百多年呢 我解释一下这个鱼吧 刚才那条鱼是鲤鱼 有胡子的 这条鱼是鲑鱼 鲑鱼比较凶猛 它跟那个鲤鱼不同 鲤鱼比较柔和很多 你看看它那个头 那个牙齿啊等等 比较凶猛一点 鲑鱼 鱼 像长得很像一艘潜水艇 嗯 很舒服 没准这个仿生学角度来讲 当今的一些潜水艇 就是照着贵鱼座 就是根据这个来的 基本上在水里行的船 不管什么船 大体上都是鱼选 所以刚才我一直黑着灯 但是听翟老师这么一说之后 我觉得也许是我选错了 所以我现在觉得 没事 现在都不用急着拿主意 还有最后一番 我们先请出鉴赏家最后的意见 好 谢谢 好了 我们现在给大家最后一次选择 想一想 比如詹先生 王先生 边先生他们说的话 甚至我的话里可能有透出一些信息 好了 我们三番定 乾坤 五 五 四 三 二 一 请选择 请选择 最后一次机会了 好 如果不是我老眼昏花的话 好像全灭灯了吧 全灭了 是吗 是 头一回 头一回 羊门 头一回 全军不梦 现在退出来得及 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大家说的对不对 不会 不会 你这小伙子有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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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吧 你弄俩膀戴小场面 不退 你倒挺轻松 那不是你的 啊 啊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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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嗯 退不退 不退 坚决不退 好 好 好 三位嘉宾想改都来不及了 啊 坚决不改 好 那咱们就请出护宝锤 谢谢 欲湖吞瓶 欲湖仙春啊 好了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 这是个原青花的鱼枣文 欲湖春瓶将讲给你有 影视拍卖有些公司提供的金牌一枚 如果不是 咋 咋 咋 我说什么了你们就这样说咋 嗯 好了 不退吗 坚决不退 还坚决不退 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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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话粗糙 器物表面深色沉淀般 是人为轩然所致 经鉴定为现代房体 对不起姑娘 我能把那个池片捡回去吗 我能把那个池片捡回去吗 可以拿回去 为什么专家特别提了 我有一个鉴定非常好 那体秀般是人为所致 因为原型话大家知道 是苏玛尼青 也叫苏伯尼青 这样的西亚的中东的进口料 因为它含铁量高 含铁量高呢 经常有所谓黑色的斑点 它为了表现出是这样的料 它给它故意的渲染了 好 对不起 小心扎着手 也谢谢你啊 谢谢 好 恭喜四位嘉宾 四位麻辣评审 第一番 起开得策 好 我们掌声欢迎 第二位藏宝人出场 粉彩小钢 颜色成交点 看它这个颜色 一个颜色比较艳朵 尤其是蓝色和黄色 就是让我觉得 我以前在别的器物上 就没有看到过这种蓝色 八位嘉宾变宝出奇招 东西是哪来的呀 东西是留手买的 懂吗 词剧收藏 反正是我觉得比你懂得多 好 我这不能上了那个资米专家的草 它已经在躲了我这身体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杨华 北京人 我现在的职业呢 是职业农民 专门种植那个绿色无公害的蔬菜 我呢 个人比较喜欢翡翠 但是对这个瓷器呢 也有所涉及吧 反正一切值钱的我都喜欢 今天呢 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件藏品呢 是乾隆时期的 粉彩鱼藻纹小钢 我的自包价呢 是八万 希望大家支持我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好了 八位 进前看 秦龙的 粉彩的 三红六四传书板 嗯 我发现刚才我们三位专家特别有意思 真的聊聊 你看好像怕 有没有谁注意到了 马上三 你把专家都弄毛了 好了 一眼便真假 五 四 三 二 一 请选择 一 一 二 四 所以非看完了自个儿都乐了 怎么着你乐什么 你觉得怎么就我俩儿选呢 两个人啊 还有人跟我做伴 还有咱们带过 嗯 嗯 我觉得这个鱼看着 挺好 面相还挺好的 是吧 就是它起码是挺富态的 嗯 挺符合就是那连年有余的那种寓意的 嗯 整个圈足部分 我觉得看着好像也挺有 挺有历史的那种沉淀的感觉的 哦 哦 圈足 对 嗯 哎 还真是 是 我知道 起码摸着不拉手 嗯 嗯 嗯 对 你笑什么 我要求低一点 啊 她说我要求低一点 我本来是站她那样 我说你这不拉手 她说你这要求低一点 低一点 对 北京丫头吧 对 你看就这样 没错 我先问她 她自己说三句话还乐意下 北京姑娘可可爱 要不然都比较大气 啊 雷鸣 这个王刚老师 是这样 刚才我在看这个小刚的时候 我也把它掀起来看了一下底款 它那个底款啊 首先形质真的是让我怎么看怎么顺眼 但是它那底啊 擦得太干净了 干净的给我有一感觉 就为突出这款 所以我觉得有刻意的痕迹 然后呢 它所有的水草都是从鱼身上长出来的 哎呀 这一说我 我也注意到了 刚才我们在看这个小刚的时候 我们专家都上去了 就在我们旁边 我就问咱专家 为什么水草都从鱼身上长出来 他们怎么说 我们这专家啊 平时说话的时候啊 哎 您别看我乐 就说的就是您 您平时说话的时候 都鱼套一套的 就当我问 为什么水草都从鱼身上长出来的时候 我们这专家当时 愣了一下 然后跟我比划 为了形容这鱼在游 还跟平时说话不一样 哦 雷鸣老师 打断你一下 专家说的太对了 这鱼就是在游动中的时候 画诗画的 如果不游的话 那鱼不就死了吗 哈哈哈哈 因为我养过鱼 你说 王高老师 因为刚才雷鸣老师提到的那个底款 我刚才过去也看到了这个底款 基本上是三行六次款 然后归归整整的 所以我有一个问题 想请教一下王春晨老师 王春晨老师 我觉得很久前就想跟您对话了 这次机会很不容易 很久就想跟你对话了 然后就是说这个特点 我觉得它还是挺符合前龙年间的特点的 但是我想问 现代的造假者对这个款上的造假是如何造假的 他们的手法是什么 这个造假呢 从款制上来辨别 如果说辨别它的肩价结构确实很难 我到景泽镇每年都会去考察 首先它有本 那么不同的写法 不同的款 那么采用最简单的一种仿制方法是 给它先描在一张纸上 描在一张纸上之后 把这张纸再贴在没有烧的素坯上 用针尖 在每个重要的角落都去扎一个洞 扎完洞之后呢 再用白粉 像做一个铺包一样 把它踏到上面 完之后再用骨料 按着白粉的痕迹去描摸 是这样一种做法 如果说从写法上来讲 去找它说 哪多一笔 哪少一笔 哪那笔 该转的没转 不该转的 话说听足了 这很难看出来 那么我的体会 看款最主要看的 是不是写上去的 而不是描上去的 写和描之间 这个差异 说得非常好 王老师 那个我刚才上去的时候 看了一下这藏宝人 他说都是职业农民 我怎么也看不出来 我能好下题吗 我想请教一下 您是怎么保养的呀 我倒没觉得什么保养的好不好 就二多岁一人 一般都这样 他怎么 王老师实在不好意思 我那二多岁是十多年前的事 那您的意思 您现在有四十出头了是吗 不要具体问了 那就不用具体问了吧 这真的真的是不像 人那是实实在在的 长得确实漂亮 那我为什么灭灯呢 因为我看它这个颜色 鱼的颜色比较艳俗 因为在古时候 我们用的颜料是矿物质颜料 而现代是用的是化学颜料 我觉得它这个颜色 应该是化学颜料 是画上去的 我有一个想请教一下 咱们现场的专家 就清代时候 做这种粉彩的 钢粉彩的瓷器 它是浪漫主义式的创作呢 还是现实主义式的创作呢 这个应该说两者都有 这个怎么说呢 首先这件东西 就是这件器皿吧 从它的装饰风格来讲 它不是知识性的 那么知识性的来讲 就是说官家定制的 就这种模式 不管稍多少 都是一种款式 一种图案 那么这个呢 有点自我的一种表现 有点个性化的东西 所以说它写实呢 它确实也很写实 说它浪漫呢 水草又从鱼背上长出来 这事 看个人理解吧 我现在明白 咱们专家说了 这个小钢啊 做的挺浪漫的 我就最浪漫的地方吧 除了鱼身长水草之外 我红鱼见过 青鱼见过 没见过粉红色的 因为乾隆朝啊 在清朝那个 清朝这三百年 将近三百年 乾隆朝是鼎盛时期 在它的那个时期呢 是那个 怎么说呢 很多物质跟精神方面 大融合也好 极度丰富 就是乾隆朝开创了好多 就是各种的那个彩 就是幼彩 集中到一个器皿上 所以我觉得这个 你从这个各种色彩上质疑它 我不太认可 好 5号 咱们换个角度去啊 这会不会是民国 或晚清法的 给我们开启 对 我刚才也想过 如果是民国的晚清的 你们也照样亮你们的灯 可以亮 好了吗 二次 碳虚实 五 四 三 二 一 清朝 好 四 好 认为它起码到民国 对吧 菲菲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不是民国的 应该是近代的房品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它这个颜色 的确 我刚才反复想了一下 我觉得这个颜色 的确是比较 比较少见的 尤其是蓝色和黄色 就是让我觉得我以前在别的器物上 也没有看到过这种蓝色 是有点 我觉得是有点化学的味道 有点塑料味 那种感觉 这话说的很形象 碳虎 我想问一下 这大姐 你这东西是哪来的呀 我这东西是旅游收买的 当旅游纪念品买的 它是当旅游纪念品卖我的 但是我是当收藏品买来的 那你懂吗 词记收藏 反正是我觉得比你懂得多点 好 那我问一下吧 上去写那六个字是什么呀 这你可考不住我 那六个字是什么呀 大清前龙年志 是不是差不多认识字的都认识这六个字 那不见得 这个是传书 对你不太认识 是吗 雷冰 为什么所有鱼的眼睛让我都觉得它得了抑郁症呢 雷冰老师 你这个心理专家这有点 不是 他还有病了 职业的眼光 他那鱼眼睛就是一个黑窟窿似的 这一般这鱼只有在生命危机了的时候 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当然了 你这个最少有200年了吧 200年前人他没有那么丰富的业余生活 没有电视 没有电影 那水草都能从鱼身上长出来 这又不对了 这是鱼饵 它是一种游动的 游动的鱼怎么可能长出死鱼眼来 你听我把话说完 我帮你回答吧 好好好 谢谢 这个心理专家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这个真假姑且不论 比如说我们平时看到画家画墨竹 是用黑色的墨画出来的 你要跟他教授 你说你见过黑色的竹子吗 所以这个不是太 我想跟咱们专家说这么一件事情 我说那个眼睛像死鱼眼 不是说颜色是黑的 而是说那个眼睛没有体现出 其他画面上体现出的那种灵动 这个鱼的眼睛是不灵动的 这个我曾经在以前的节目中就说过 它既是一件老的东西 也并不是说所有的古代瓷器 在做它的时候 所有的工件和画师 是把它当作一件艺术品来进行处理的 在当时它可能就是一件生活用具 好 谢谢 谢谢 我们先请出建设家最后的意见 最后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好 请 好 谢谢 我们先请出护宝锤 好了 赵丽还要问一句 这姑娘挺逗的 你跟她说话 她是未曾开言先像 我不知道万一要这样一下子 她还会不会 还这样 沈总是签过了 签过了 签过了 现在退出还来得及 我不想退 那个 万万您让我退吗 什么 万万您让我退吗 这话说的让我感觉到 万万您让我退吗 姑娘你忘了 咱们都带着话筒啊 真的 大家说我退不退啊 退 跟我递货 我说看你 你看我退了 你这玩意怎么办啊 退了吧 我决着不应该退 他要退了的话 就辜负咱们专家了 刚才咱们的专家 就鉴定和鉴赏了 坚决挺你 你可 现在雷云是把专家 推到学阳上了 我不能像雷云老师的大 好了 我给你们最后一次选择的机会 三番定乾坤 五 四 三 二 一 请选择 就剩四号了 为什么你认为他是乾隆的 或者说晚清民国起码是 对 晚清民国 好 那也算真 别着急 还有 要退 我就想跟你说这个 其实我不是说 一定说你的这样东西 它不是真的 我觉得其实人兄还是留一点点遗憾 比较好 太执着有时候不一定是好事 问那个 我依然不支持咱们这位姑娘退 你千万不要退 首先 如果他是真的 他将安然无恙 如果他是假的 他将一文不值 但是如果他是假的 而你不退 那锤子砸下去 咔嚓那一声 那一瞬间很有价值 谢谢雷鸣 谢谢 好 胡先生你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或者说我砸这一锤子 作为我的出发点 就是如此 就是个警醒 希望您记住的一瞬间 当您掏出您的血汗钱来 看见一件好的 所谓古代艺术品的时候 特别是您一方面喜欢 另外呢 这个价格太诱人了 你觉得是个大漏 我要告诉你 他99.9% 是一个大雷 你千万不要踩 这时候你想一想 王刚 举锤子 咔 砸了一下 别着急 别着急 慢慢来 最后再问一下子 如果说这是乾隆的 将给你 北京营市派门有限公司 提供的金牌一枚 如果不是 是当代房顶 当场击碎 如果是晚清明过坊的 不讲 也不砸 退还是不退 这个是我出去旅游的一个纪念 我呢 本身把它当作艺术品买回来的 就像您说的 我全当简一漏 我觉得这是我一段旅游的纪念 我觉得它摆得我家里都挺喜情的 年年有余 我养个花啊 养个鱼的 涮个笔之类的 挺好的 您说这样让我给他 他讲话我特别愿意听 养个花啊 涮个笔啊 挺好的 所以呢 我觉得那个大家都 都劝我退 我就不能上了那个心理专家的套 他一直在琢磨我这心里 人家会找台阶呢 我支持你退 退了 那个 大叔有要求 什么 那个 有要求 一会儿您念这个专家宪定书的时候 要说我这是真的 我退了以后 要说我是真的 您得跟我合一影 但是不讲金牌 好 我讲给你 合一影 没问题 大家说没事吧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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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觉得您真人比电视人看帅多了 一直就是没见着真人 这意思是电视上惨不人堵漏 电视把您拍丑了 那现在观众朋友记住 在电视上您看见的那并不是真实的问题 好了 既如此 我也很好奇 我们看看 介绍一下最后的意见 咱们三番也订完乾坤了吧 对 该也逮不了了啊 我觉得四号 嘉宾肯定正确 哎呀 专家鉴定意见 前龙款粉彩鱼藻纹小钢 造型规整 制作精细 但是绘画技法有描摹痕距 修足工艺粗帅 经鉴定为有一定水平的现代房品 哇 王老师 我没让咱是对的 对对对对 因为您的一顺太多了 不较劲 不就一金牌吗 我不要了 自个拿不下去 对不对 还端然养小鱼啊 算个笔什么的多好啊 嗯 好了 行 谢谢教评 谢谢评文老师 谢谢各位观众 好了 也谢谢你 谢谢你 好好好 谢谢王老师 好了 那么除了四号嘉宾以外 其他的 哎呀 恭喜你们 好了 关键是最后一把了啊 请出第三位藏宝人 受母重托藏家护宝 现在我就问你了 退还是不退 如果支持我的母亲 我就勇敢的站在这 雨枣文庭命运成迷 这邓碧山画的鱼 它为什么就不能游养泳 那猪搭画的鸟还分白眼呢 我看着它我就觉得 会不会这也是假的 但是我很纠结 你去街上买烧饼的时候 你是不是也观察一下 卖烧饼那人的眼睛 卖烧饼的我就跟它讨价还价了 这个我得判断 大家好 你开启介绍 您好 您好 各位评审团以及各位麻辣 这个嘉宾 大家好 见着王老师我就有点 没事没事 没事 现在是真实 对 就是非常真实 是这样的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谢小豆 从事企业的品牌 形象设计工作 平时喜欢艺术品 受我母亲的影响 现在喜欢古典的艺术品 因为我母亲呢 她是一个收藏爱好者 但是我跟我父亲 还是比较反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行的水 忒深了 所以呢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 这个藏品呢 是受我母亲的委托 是一个民国时期的 珠珊八友 邓笔山大师的作品 莫彩与藻文尊 我的出价是两万元 希望大家支持我 谢谢 好 谢谢 好 八位请上点 他这件民国珠珊八友之一 邓笔山的一个作品 咱们一眼便真假 一半对一半 说说理由 我看到这个瓶子的第一个感觉 就是舒服 好像能跟他之间有交流 画这个瓶子的人 在画这个瓶子的人 上面的鱼 有远近 有浓淡 那个淡淡的波光 让那个水中的月亮 好像活了一样 而且那个月亮周围 那几条鱼的姿势 非常的灵动 不管是写意的 还是公笔的 整个的瓶子 给我的感觉是 没有一定的情怀的人 画不出来 现在人也很有情怀啊 不那个 现在人都比较忙 我不同意雷老师说的 那鱼 还有洋用的呢 在水里反着游 这邓碧山画的鱼 它为什么就不能游洋用 那猪搭画的鸟 还翻白眼呢 凭什么不能游洋用 这个我赞同 因为我觉得 它这个瓶子看着 有一种空气之美 就它 你看到这个瓶子之后 你会觉得心情很平静 那我问你们 那为什么这白瓶子上 那就是那个那么脏啊 那是怎么回事啊 那个不是脏 那个是特意的 这是莫测的一种韵染 对 它是表现出天边的 那个夕阳西下的时候 那个云彩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啊 我想问王老师 也想问专家 就是因为刚才 我们在看这个瓶子 近看的时候 是什么黄昏 还是什么 就给人感觉 还是海水啊 它那个一道一道的 有一种就是觉得 像没擦干净的感觉 这个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我感觉在画的这个意境呢 像是一个 首先看圆的这个月 水中有月 那么应该是 这个 如果说有脏 不如说有重 有浓 有浅 有大 实际描写一种 夜晚的薄云遮日 遮月的那种感觉 是这么一种感觉 谢谢王先生 你这么一说 我才发现 但是水中倒映着一轮圆月 然后这些鱼儿们 都围着月亮 似乎在翩翩起舞 好 五号 因为这个东西啊 我原来一直猜这个民国词啊 从来没猜对我 但这个东西我一看呢 还是画的意境还是比较好 而且它那个词句啊 有两个字 我没有太看清楚 第一句话是 位上什么龙门 后面是呢 好像游戏在芙荣池的意思 就是它好像有点落寞 这个东西呢 实际上可能表现 它画家的一个心境的问题 嗯 这个是这样 这个 这个它用了两个 它这两句词分别用了两个点 第一个 我们都知道了 鱼月龙门嘛 这是 这是 鱼月龙门 这是最常去的一个点 第二个就是说 大致它这个意思是上下沉接的 就是如果没有越过龙门 在芙荣池 一般来说在我们古代 指的是汉 汉代魏阳宫里面的芙荣池 太叶芙荣池 意思说 这些鱼在那个池子里 汉代魏阳宫里面的芙荣池是一种 也是一种非常美妙的这样一种感受 这是一般来说 它为了照应这幅画的 随手变来两个点以后 形成的自然形成的这样一句诗 好了 咱们 二次探虚识 四 三 二 一 请选择 好 雷您请告诉我 为什么果断的灭了灯 就是上一个 上一个那个小刚 我发现我们专家 坚决捍卫那语言 结果它是假的 刚才他开始说后 那诗里有两个点很重要 我看着他我就觉得 会不会这也是假的 但是我很纠结 我很纠结 雷老师 我请问一个问题 你去街上买烧饼的时候 你是不是也观察一下 卖烧饼的人的眼睛 卖烧饼的 我就跟他讨价还价了 这个我得判断 王先生说什么 我想跟您解释一下 不是说去坚决地捍卫什么 或者是去立牌什么 没有误导的那个想法 其实那个鱼眼 又说回来又说鱼眼了 真不是死鱼眼 还有点画龙点睛的那个 那个效果 谢谢王先生 你这么一会儿还有最后一番 我们先请出介绍一下的意见 谢谢 好朋友们 我们三请护宝锤 好 谢谢 好了 人家姑娘一直没圆域 你发现了没有 我也忽略了 静听咱们在这腔腔了 反正本主没说话呢 是啊 王老师 因为这个是母亲从云南跟父亲旅游的时候逃回来的 说实话 母亲平时逃了好多东西都不是真的 而真的非常少 所以我跟父亲觉得这是假的 你说我们这说了半天了到他这 我觉得有可能是假的 人家自个都认为有可能是假的了 你们还这样坚持吗 来 五号说一说 其实收藏啊 对一个老年人来讲 或者说玩得有点爱好 其实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像我父亲今天八十岁 没事跟我要个核桃啊 什么橄榄胡啊 回去玩一玩 对手 眼 特别现在爱上这个写书法 八十岁的人一天写三个半小时的书法 身体非常好 所以从这角度来讲呢 我真心的希望他这个东西是真的 所以我也希望你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 支持你母亲去力所能及的去搞一些收藏 或者培养一些爱好 更好一点 非常谢谢老师 大家认为 是不是啊 来 三番地前婚 五 四 三 二 一 请选择 好 现在真出现了分歧了 那么究竟谁 最后大大胜利的彼岸呢 我们回头来跟藤老人 希望大家支持我的母亲 好的 谢谢大家 这是一个孝顺的女儿发自内心的呼唤 好了 现在我就问你了 退还是不退 如果支持我的母亲 我就勇敢地站在这儿 我们看看最后见的意见是什么 还是有人 退不退 有点有烟 大家说他退不退 实在变得不行 最后一次机会 退还是不退 不退了啊 你妈妈在这儿她会退吗 你妈妈在这儿她会退吗 在吗 我妈妈在这儿肯定不会退的 那你为什么要退呢 有点怕真的是假的 打击我母亲 然后对不起我母亲 那你就就就就干脆完毕 无非就有可能损失个心怀而已啊 哈哈哈 人生面临的很多抉择 好好前途离开 老人家被逼受得了这种 哪一件对老年 哪一种选择对老年人更好一点 退了吧 退了吧 退了 好好想一想 退了吧 我先一直在打鼓 我得要果断啊 五 四 三 二 一 退 不退 解定了 哈哈 哈哈哈 专家见您意见 民国珠山八友邓碧山莫采余枣文尊 别看他不大 叫尊 整体装饰风格 与民国时期相似 哦 化工流畅细致 但提诗书法 书写呆板 拍质粗漏 底足有明显人工作救痕迹 采料成现代化学染料特征 经鉴定为现代防疫化学 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啊 老妈妈啊 这件呃 这个这个喜欢收藏这件事情是做错了 还是要提高警惕啊 那么最后一二三六 好了 恭喜这四位 嗯 好了 想一想我们现在 鱼之乐 鱼得有水啊 那么干干净净的 这样的河流 湖泊 甚至海洋 真的是越来越少了 这不能不说给我们一种启发 啊 为了鱼饵 其实也是为我们人类自己 要爱护我们的生命之源 水啊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和所有的生物一起啊 在地球母亲面前 安逸的快乐的生活 就收藏而言 我们也才能做到快乐收藏 智慧收藏 谢谢大家 再见 好 再见 再见